我們補充一下兩個部分 一個是那個作業絞交的部分 還有就是所謂測驗題型 那您看到第11題這個作業絞交 你把它點進來 在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 你可以自己決定就是 系統自動判斷還是說 老師手動批改 不過手動批改這部分 是以後未來的付費功能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如果說 假設 你可以 這個是跟Google的雲端粒做結合 雲端粒做結合 所以呢 如果說我有作業要同學上傳 你可以按一下上傳檔案 那他會要求就是登錄一下Google的帳號 Google的帳號 因為現在學校裡面有很多是用Google來做 所謂的那個信箱的代管 那那個信箱的話是多大空間知道嗎 平常一般Google的信箱多大 應該是15 標準的啦 就是一般的 後面就是小老鼠 Gmail.com那一種 是15G 但是如果是學校代管的 就網域事實上還是學校的 但是你在Google的界面登錄 檔案多大知道嗎 搖頭是對的 因為它空間無限 因為是無限啊 我也不知道多大 哈哈哈哈 所以搖頭是對的 因為它空間無限 所以就可以結合 那你傳上來的時候 不是只有一個檔案 可以兩個檔案 三個檔案 反正幾個都沒關係 就可以傳上來 比如說你看我們像剛剛我在 我們這裡找 好比如說簡報對不對 那我把這個檔案我就 我也可以用拖曳的有沒有 拖進來也可以啊 或者你要加入更多就傳上來 好那如果一個沒關係 我就傳上去啦 那老師就知道啦 有沒有就傳進來了 你也可以自己瀏覽一下喔 你看點一下 你就可以看看說 有沒有上傳成功啊 因為Google的雲端也有個好處 它不只是拿來當儲存檔案地方 你看像我們這種office檔案 有沒有發現直接就可以看了 你不需要再下載下來 然後再office打開 就很方便 好就很方便喔 所以老師在改座位上 就相對簡單很多 所以這個是給您稍微看一下 有這樣的方式 那麼它送出的時候呢 老師這端也會看到 也會看到喔 好 這是第一種 那另外一個呢 是在這次改版裡面 沒有放進來的 可是它以後會放進來 就是剛剛老師有問到 那種測驗的提醒 因為很多學校 尤其國中小 他可能需要一些 做所謂的評量的部分 那就會像這樣子 有題目 右手邊這裡有沒有 就可以自己回答 那這個題目呢 可以是比如說 你是Word檔啊 或者是PDF啦 還是你是文字檔 圖片檔都沒關係 反正比如說有時候 可能老師看到那個 比如說像我們最近 天氣測結束嘛 那可能報紙上 就把題目看出來啊 老師用拍照的也可以嘛 用照片也可以啊 我就考一下同學 那老師只要把這個題目 有幾個選項 然後正確答案是拿幾個 標上去就好 他就直接這樣做測驗 所以也是一個方法啦 只是目前這個功能 它還沒有正式推出來 是之前在測試的時候 有先放 也先放 所以我那時候有做一個 所以如果說您覺得說 測驗的部分以後有需要 也可以再來考慮看看 因為這樣對老師來講 就彈性會比較大一點 不然很多學校都要 想辦法做一些什麼 題庫的那些系統 然後讓同學那邊做測驗啊 OK 這個是我們是要補充一下 就是它還有這兩種